晚上,房间里,男人上一秒还和老婆有说有笑的 下一秒却因为老婆的一句老糊涂 他竟然气得突发心脏病,然后倒在地上死了 由于自己老公没了,女人没办法,只好将租的房子退了 在离开前,他向狗狗小巴表示抱歉 因为自己不打算带他走,他只带走了自己养的猫 女人离开后,小巴又变得无家可归了 但他还是会在每天的同一时间 到车站等候那个永远等不到的人 看到这一幕,一旁摆摊的夫妻深受感动 他们明白狗狗不知道,自己的主人早已经死了 并为他的精神感到佩服 与此相反的是,车站管理人员竟然表示 小巴就是一条纯狗 接着,摆摊大叔觉得小巴肯定饿了 于是来到他身边,他本想把小巴叫到自己摊位边 然后给他东西吃,可小巴竟然转身就离开了 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再次用绳索绑起来 到了傍晚时分,小巴再次来到了以前的家门口 看到大门是关着的,他只好转身离开了 日复一日,小巴每天必做的一件事 就是在下班的时间点 到车站等候,曾经最爱他的教授 尽管他忍机受冻,日渐骨瘦如柴 不管天气如何变换,他始终在坚持 就这样,小巴等待着永不回来的主人 整整一年过去了 车站管理人员也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 而一旁摆摊的大叔 看到小巴这样,他感到很心痛 他想不明白,小巴为什么要等一个永不回来的人 两年后,摆摊的夫妻看到 小巴依然还在车站等待 大叔实在是不忍心继续看下去了 于是他打算前去劝说一下 他来到小巴身边 让他不要再等了,他的主人不会再回来了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男人来到了他们身边 大叔感到很惊讶 他不知道男人要干什么 接着,男人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他 并告诉他自己是新闻记者 两天后,记者为小巴写了一篇新闻报道 称赞小巴为人类的最佳朋友 并对他的感人事件进行了报道 教授妻子在看到报纸后 立马赶来看望小巴 他刚要出车站口 就看到小巴依然在车站等待 他赶紧来到小巴身边安抚他 看到他身上如此脏乱 饿得骨瘦如柴 他感到很难过 看到这一幕 百滩大叔也来到了他们身边 他告诉教授妻子 小巴每天傍晚都会来这里等待 教授妻子表示 自己的丈夫真的很爱小巴 听到他这么说 百滩大叔总算明白了 小巴为什么愿意每天都来车站等主人 晚上,教授妻子带着小巴到旅馆住宿 好不容易老板才同意 让小巴在店里留宿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几分钟前还在院子里待着的小巴 当他从房间里出来查看时 小巴竟然不在院子里了 他环顾四周都没有看到他 于是他打算出去找小巴 尽管他不停呼唤小巴 可小巴始终没有出现 他以为小巴又跑到车站去了 但当他来到车站时 发现小巴并不在这里 第二天 教授妻子再次来到车站寻找 可还是没有看到小巴 离谱的是 小巴竟然是故意躲着他 他看到教授妻子正在找自己 于是故意跑开了 教授妻子寻找了小巴三天 都没有结果 所以他打算离开这里了 他来到车站 左右张望 还是没有看到小巴 更离谱的是 小巴正在边上的暖帘后面躲着 而且正在偷偷看着教授妻子 接着 教授妻子朝着百滩夫妻走了过去 而小巴紧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来到摊位前 将小巴在旅馆失踪了的事告诉了他们 并道出了小巴逃跑的真相 原来是小巴以为 教授妻子又要把他送走 所以才会故意躲着他 百滩大叔也明白了小巴的想法 他觉得小巴是想留在这里 他想要自由自在 不希望被困着 教授妻子赞成他的观点 并表示他能感受到 小巴正在看着他 但小巴不愿意出来 他也没办法 所以只能再临走前 请求他们如果看到小巴 请帮忙喂他 并拿给了他们一笔钱 他们本不想收他的钱 但他盛情难却实在不好拒绝 然后教授妻子就离开了 看着教授妻子走后 小巴只想再来看看自己以前的家 可正好被新屋主看到了 于是恐吓他离开 并上前用拐杖驱赶他 更过分的是 他竟然捡起石头砸向小巴 夜里小巴本想找东西吃 却遇上了危险 他来到一家人的院子里 竟然遇到了凶犬 很显然小巴被咬伤了 还好他来到车站 摆摊老板看到了他 于是上前给他食物 并服摸安抚他 而一旁坐着的客人 也认出了小巴 但他竟然过分地骂小巴是杂种狗 并表示他不过是一只 只会乞讨食物的流浪狗 更过分的是 他竟然说像小巴这样的脏东西 就该被人道毁灭 大叔听他这么说很生气 觉得他的心肠真恶毒 可男人一听很不高兴 他质问大叔 竟敢当面对客人说这样的话 他想要走 却被大叔一把抓住 大叔表示 他不配做自己的客人 一旁的摊主将他们拉开后 男人竟然将钱扔在地上就溜 大叔气得捡起钱就扔给他 并表示不稀罕他的臭钱 接着 大叔给小巴拿了很多吃的 让他吃开心 又过了六年 尽管小巴已经上了年纪 只能慢悠悠地行走 但他依然会在黄昏时分 来到车站坚持他的等待 看着小巴日渐消瘦的身躯 真叫人难受 在小巴生命的尽头 天空飘着雪花 他独自来到车站 透过护栏 接着 他做了一个美梦 他梦到最爱他的教授来接他了 他梦到在樱花盛开的季节 教授带他到樱花树下玩耍 就这样 小巴离开了 他前往另一个世界 去陪伴教授了 小巴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 我等待你是因为 再也没有人像你对我那么好